在直播会展厅里 一款体型巨大的多悬翼直升机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拍照 从体型上看 它跟常见的直升机造型不同 由一个装载平台和四个巨大的悬翼构成 这是专门针对高楼消防灭火设计的高空灭火无人直升机 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可达1000米 有效载荷为500公斤 在作业时 平台上可搭载水箱和水枪 由地面操作平台控制 五分钟就可以完成起飞 直升机飞行到特定高度后 对着火区域进行喷洒灭火 直升机大家现在是在轮奖的 这种特殊用途的用在消防上还是第一次现状 觉得很有意思 现在目前我们的消防车 一般在最多到150米之内 基本上高楼就上不去了 所以我们就补充这种高楼灭火的不足 它能飞到1000米 1000米以下执行任务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着火区域进行喷洒灭火的不足